这几天你们上班上多长时间啊 早上正点都上 上到晚上毕业 我去 这个回头又可以告公司了 哈哈哈哈 这还一个做字幕的美女 先吃饭 正好来到时候是中午 什么车 新的修车 突然间吃饭的时候有件事要赶紧先回去 所以全部打包 你知道这台车有多重要啊 多重要 全世界就是工厂都没有这么新的一台车 哇 哇 很多日本的当年的很有名的这种车手 到洛杉矶都得过来膜拜一下 你好 这你车开过了 哇 十余年纪念版 哇 哈哈 这个车到什么程度啊 这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么甜 就是全球的人都得甜 没有了 就这么一点 就这么一点 那也没看到 新到令人发指 新到令人发指 1500卖 1987年的车 人出来 88你 88你 哇 啊你妈 那为什么不是又多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 啊不是 你说这走的 这个是卖到美国来的 但是GDM的都是在那边 对 所以开了 我跟你说啊 哇 很多日本人到洛杉矶之后 坐进这台车里已经是荣幸了 哇 天啊 哎 辛苦啊 如果说能够开这台车都会感觉到很有罪恶事 我其实现在也有一点 你不开也进不去 我也有罪恶感 这个每开一卖 它就多了一卖 这个世界上卖数最低的 这台FC 这又涨了 那好新啊 真是感觉好新 这个 还是用钥匙拧 126 你这样怎么看 我怎么看 哇 好特别的车 我料到今天都还是这么完整 你看这个 一点也没有这种事业的痕迹 感觉就刚从车上开出来 车上来保护的好 还是说原材料 它的材料也好 是吗 三杯鸡 三碗凉面 这就是萝卜糕 幕后的辛酸的一个 转了 这蛋液多高啊 哈哈哈哈 辛酸拿着你还没见 这是对讲机吗 对 我看车里有一个 小米的 是吗 好用吗 好像是 看一看 都好像是小米的 但是后来他们就拿来了这个 嗯 这个举的更好 对 他们拍摄的工具呢 跟我的真的很像 我呢有一台这个640 同时他们有两个 DJI Mavic 哇 这是个新款的 看来设备是越来越新的 拍车呢 经常都会用一些比较便携的同时呢 像运动相机 今天呢 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 罗伯报告在北美的这个 这个工作坊 Studio 对 上次我们来这儿的时候 说实话 挺 匆忙 挺匆忙 也没有时间说 好好聊一下车 然后就直接做了一个访谈 今天呢正好是来辆神车 我也是突发去向 想让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号称是无价之宝的 哪款车呢 这是 这是马自达的RX7 怎么讲呢 应该是在我们这个80年代 90年代 00年代 可能都会经历的一个投文字地 小时候是看电影 不是最早是看动画片 然后是看电影 你有印象 周杰伦 我知道 对 那个时候就经典台词 台词就是这个RX7 你怎么跑得过我的RX7 RX7 当时周杰伦没有开这车 谁开的 就是一个对手 叫什么在这 具体记不出 记不清 长得特帅的小伙子 现在也在美国 精神 不是 我怎么现在忘不起来呢 就是那个拍片 后来被人家把硬盘给拿走了 陈冠希 陈老师 就是这台 但是他那台是电影道具车 这台是全世界唯一一台 1500万 就是工厂都没有这么新的一台 就是1987年开了这个说白了 就是那人买下来几乎就没怎么开过 这是Cody Walker 保博克他弟弟的媳妇的爸爸 曾经忘记在车库里的一台车 就是他们非常爱车的一个圈里的 一个人收藏 可以说是他爸给忘了 所以忘了 他家车太多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 非常有幸 带大家看看这个车的一些细节 还有一些做工 还有一些就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太干净了 嗯 究竟怎么做到 我看看车 OK我们先第一步呢 先看看这个外观 可能刚才大家只是这个 管中亏报看了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点细节 管老师 你觉得这车的外观 在你的印象当中给个分吧 这几乎就是车 好像现在刚提出来的新车一样 新到这个程度 就是新到这个程度 你看这个漆 我不知道你那个镜头里能不能看出来 哎呀 所以拿手摸一摸 真好 摸一摸 是不是比我 比我车干净多了 对吧 不只是干净 就是他整个这个漆上面 他这叫ClearCore上面 一点瑕疵都没有 哎 感受了 但这都只是说这台车 就保时到今天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你看当年那个年代 首先这是一个 十周年 十周年的纪念款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前面皮质的保护罩 然后再到这儿呢 这个 可能在咱们中国没有太多的印象 但是对于美国跟日本孩子而言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长大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泡泡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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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以前开过一个东风雪铁龙 好像也有这个 你妈也是大呼人家呀 当时也从日本进口嘛 对 然后你再往后看啊 这块应该是他当时的一个选中架 但是这种风格 就是整个后面架上这么一个板子 然后可以看到后面的这种风格 应该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最早的美国车当时就已经有这么一个设计了 然后这款车 其实他的第一代是比较就是第一代第二代 基本都是超欧洲的跑车 当年的法拉利 当年的宝贝杰 对 都是从他们的身上找灵感 然后才有了这台车 但是到第二代的时候 他稍微有一点就是给人驾轿的感觉 但是你看 可能跟咱们那个前列出坑的感觉差不多 后面其实是没有座位的 是 对 后面是没有座位的 可以放两大箱子 嗯 到他的下一代 就是看起来非常像跑车的一款 那叫RFD的时候 嗯 他后面有了两个座位了 但那个座位基本上就能放个 猫啊狗啊之类的 这么像吗 对 其实这台车啊 在美国 这从这儿 从这儿 对 在美国跟在日本澳洲 其实都能够买到 但是像这么新的一台 就是你来闻一闻这个 你们的味儿 就是一股新 啊 而且当年的日本三十年了 三十多年了 你看这个橡胶 保持的都非常的蛮好 闻到一股这种油味儿 真的很干净 这个音效怎么样 这个车呢 就是当时其实是有点像GT车型的感觉 就是它不只是说我注重性能 而且是一个希望能够跑一个小长途 然后让驾驶者感觉非常愉悦的 所以它非常注重它的音响效果 你可以坐到那边去 咱们看它的音响 上车感受一下 小心 看看这个坐在历史里面 你不要给我压力 我觉得很恐怖 就是很多日本当年的 不管是做车子设计的 还是赛车手 还是工厂的人 到了美国之后都要来拜见一下这台车 就是你全世界也见不到如此完整的一台 RXC的FC了 然后你看你看这里 这辆车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边是卡蛋的 但是它非常注重就是 绝对高保证音响的这种效果 然后你可以手动调这个东西 就是到今天你也不太会有人说 给你设计台车能够如此的注重它的音响的部分 就是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跑车了 它是享受性的 对它应该是一个 它其实应该 严格意义上讲 就叫GT车型 不是纯粹的跑车了 87年 我刚出生两年 我要两岁的时候 这辆车呢 已经可以把磁带的音效 可以在车里调节了 另外它这个还有一个特别好 是天窗 这个天窗还是隐式的天窗 我当时我们真的没想到1987年 它这个窗户能做这么好 听听它这个启动的声音 你要打招吗 那算了算了 很有负罪感 别打招 那个大哥对不起 我打招一下你的车 啊 哇这个引擎声 但你看啊 它马斯达非常 我把这个空调关一点 找到点空调 这样 我还是这样调的 对 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车对于日本人这么特殊吗 为什么 就是你差一点就见不到了马斯达这个品牌了 还用去 为什么 你现在记住刚才那个声音啊 记住了 我现在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 当时日本就是类似于中国假如世贸 所以国外的车要走进来 当时的日本的这个政府就跟丰田跟马达说了 你直接马达就被丰田收购了就好了 你们俩合一起 对吧 还增加竞争力 然后那个时候马斯达就是因为没有自己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 对对核心的东西能够独挡一面的 所以当时有一个德国人 这个德国人就发明了转子发动机 听说过吗 没有 对 转子发动机当时就被这个马斯达收下来了 这项技术 所以就做了 这是这个RC7就是他们当时第一个拿转子发动机做的车 转子发动机牛逼的男人知道吗 你说 早在这个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他们鼓励你一直维持在发动机的红转 你看啊 你看这个转速这一块 我们一般的车基本上经常换档可能就是1000多2000 对吧 你开过手动档车吗 很少很少是吧 但是你会开吗 你 不要吗 好吧 就是大概会有一个游离配合的过程 然后你的扭力要到一定的情况下 你去换档是 一般德国车的话会比较注重低转的扭力 所以在北方的话会觉得像解答很好看之类的 但是这台转子发动机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它希望你经常的维持在高转至少6000转以上 哎呦天哪 你其实你自己的轿车很少开到六七千转 这样发动机会不会很容易烧掉 对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德国大众经常说有烧机油的现象 以前啊 但是这个转子发动机最初就是说你一定要烧机油 你只有那样才能把积碳拿出来排放出来 因为它转子发动机就是我们传统的发动机的货材是这么大 进排气 ok 那么这个转子发动机它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在一个椭圆形里面转 所以它效率极高 所以它并不需要很大的排量 就能爆发出非常恐怖的一个功率 那我问一个提案 转子发动机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 撕掉了 那充分说明它还是有它的缺点 但是这款车是转子发动机 大部分人意向着转子发动机都是不是很长手 动不动就坏 咱其实如果你按照它的保养来做的话 而且现在美国跟日本其实都还有配件 所以玩这台车的话还是ok的 因为你看一般就是玩车的人 包括在头文字D里面 他们都希望我能够开得很快 你的转速一定很高 那么其实没有哪个工厂的哪款发动机告诉你是 你一定要给我开到油门到底 对 它就鼓励你一直是处于就是 你现在是满满最大的转速是8000转 就你都过干到6000以上 没有一个工厂这么激进 也没有一个发动机的形式是 会说你越高转越好对发动机 但转的发动机就是这样 所以你想想在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太多的车身稳定系统 对吧 你像现在咱们打滑了 直接就给你就是电子系统就帮你调回来了 但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说它又是一个是一个鼓励你高转的发动机 也就是说你的扭力永远都是非常的超过你的正常的使用寿命 使用范围的 所以如果你在弯道里面 然后踩下去油门的话维持的转速就经常容易就摔的 所以为什么投案自递包括速度与激情里面 这台车都是一个很重点的很热门的车 对就在这里 所以玩车的人一直到今天 这个车是算FC之前呢 包括它的上一代30年前的车 仍然在现在美国很多的这种飘移比赛 包括邻间玩车的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改装这台车 所以很难得 但这台车应该是不会去做那些危险动作了 就是偶尔拿出来开一开透透气 然后参加参加车展 对这个是相当于替全世界的车友来保留一辆 这个麦数现在又涨了91麦 1591麦的车 说了半天 大家一会儿应该明白了很多这个历史 还有些技术方面的原因 这就是看高老师讲车呢 会学到的一些知识 这个双闪 中间这个 这是双闪 嗯 那怎么我想一下 嗯 往后又无敌吗 后边的雨霜 后边的雨霜 你再按一下 嗯 好又无敌 这个声音很复古 还有呢 这是前面的雨霜 前面雨霜 对前面的雨霜 这还有自动巡航 对 在那个年代 真的啊 真的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怎么讲 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纯粹的跑车 它是一个尊享性 对 尊享性GT跑车 这个提示灯 哇好多 嘿嘿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有意思啊 年代感十足 有点像眨眼镜一样 对啊 再来一下 哦 哪个按钮 怎么好玩 像这个 对啊 就现在我拧下钥子之后 第一步我可以通电 然后医保盘就灯亮 再来一下 嗯 所以这就是90年代车有魅力的地方 但是这个东西后来被取消了 为什么 因为那机械 不是出于对行人的保护 就如果你发生碰撞的话 跟行人 它就相当于一个铲子一样 就 对不对 所以只有在90年代的车 才能看到这样的设计 我还是特喜欢的 我马上收一台 Miyata的NA 也是91年的 就因为前面有这个 哇 对 这个好像是 在门上这个出风口很少见的 你看它是从这儿 空调风出过来 吹到去点 然后从里边出来 哦吹过来的 哇 这设计啊 这不是电动座椅吧 这不是电动座椅 那还是皮质的 对 空调的温度 风量 底下这些应该就是 调收音机的 你还有子弹没有吧 我没有子弹 有子弹听一下 对 咱也不知道谁是一 哈哈 在杜比搞什么杜比 假如这样车 咱不说这个收藏价值啊 你说就按照这个配置 这个 现在这个车的价值来说 真的如果有 有一个价格 你觉得会大概是多少 嗯 其实 因为这台卖数太低了 你要是 跟新车差不多 对 要是一般有个几万卖的 可能十万卖的话 一六七万你也能买的 嗯 如果是再卖数高一点的话 就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但这个只有1500 对 因为转子放动机 如果你使用保养不当的话 还是会有问题的 确实是会有问题 嗯 对 因为早期这个他们在 呃 刚刚从德国把这项技术拿回来的时候 他们做的那个样机就是爆炸 对 然后 因为他的那个 他的这个三角 三角形的尖会刮伤那活塞的臂 所以当时他们叫魔鬼的爪子 嗯 结果他们是用咱们那个铅笔上的那种 就是铅笔的那个头 嗯 然后做了一个涂料放在上面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这天窗你看 那是underland 嗯 哇 还是不要碰了 太尊贵了 太稀有 不敢瞎弄 融坏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赔不起 感觉还没用过 对 不只是没用过 你看到这层包的这个绒了吗 对 人家它为什么吗 为什么 假如说你有一个钥匙 什么东西放在这里面 嗯 在开车的时候不会产生多余的噪音 哦 这也是当年GT车型的高级的细节 明白了 它这摩擦力很大 对不对 就今天的车子 我们一般拿到的普通的车子 也不会有点来设计 是 Security干嘛 我也不知道 不是他 不是他改的吧 不是改的 这应该是远车的 不太轻不太力 包括这里 这他每一个这个上面都得上锁 哎呦 不会吧 当年的 1988年 还有电话呢各位 这是1987年这个册子 1985块 这就是owner's manual 太新了 没人翻过 反正就别做第一个翻了 我们其实现在也在研究这个车 因为这车呢是刚刚送过来的 真是两个储的地方 哦好深啊这个 盗贼很多嘛 咱们每个上面都上锁 就刚才你这么开那么久 几分钟哈 你觉得动力怎么样 没有几分钟 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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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 因为我实在是不太敢猜 它这个高转 它的这个转的方向 一定要高转才可以的 嗯 来看看这个车的核心部件 刚才我们刚看了一眼 这个太新了 干净的不得了 从这儿抬起来的 看这新的不得了 这个 电池全新的 看了这么多车了 你能看出什么门道吗 其实它这个翻动机 还是比较往里端的 对不对 嗯 而且本身中央的车 很热 不是它是这样 车车车子本来就没那么长 对体积小 所以发动机就是特务特务是吧 就是E3B 对 这是它发动机的名字 Intercool的是内冷 那个 风冷气 风冷气 Intercooler 就是把这个 从这上面 你看基材在上面 一个库隆 你来梁公姐吧 这里边是那个风冷液 然后把它领去 然后为了给它那个涡轮冷却 啊 Podcast 这就是转子发动机的声音啊 要是飘一飘的 好了 今天我们看车呢 大概就看到这儿 接下来如果高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来个结束雨吧 也不是来个结束雨啊 我就是首先我想问你 就是今天开完这个车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感觉就是当时 日本人好牛哦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感觉 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 一直有一个造车的梦想 包括过两天啊 介绍给你的那个卡马 也是中国的资本 现在在美国收购的一个电动车企业 它相对于就是 我现在我在燃油机上 我做不出来很好的 那OK 那我们从电动车这个领域 曲线救国一下 然后我收购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动车企业 然后来圆自己一个造车梦 但是我想说就是这台车 然后包括投文字D里面 包括速度与机型里的很多车 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日本有一批非常有乐趣 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车 但是到今天全世界的车企都算在一起啊 可以说像这么有乐趣的车就非常非常少了 大家可能平时能驾驶的都是一些就只是通勤用的 包括像泰斯拉到现在的这种自动驻驾驶已经让你可以就是完全低头 我手机就回家了 就可能新时代的这些年轻人吧 可能就没有这么多选择 包括我啊 对 我觉得简单 新时代的年轻人 是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你还是有机会收到二手 而且价格不错的 就像我想说的那天Miyata那天可能就三千块钱 Miyata 对 对 三千块钱一辆车子没过 对 就可以就可以收到一台很有乐趣的后驱车 你可以去找一个平坦的地 上次我们对去飘移也好 或者你去到一些赛道体验一下驾驶乐趣 我相信那也是可能跟玩手机玩电脑游戏之外 另外一个不同的乐趣 对 不仅仅是男人乐趣 现在女生也开始玩 比较少 如果你要是一个女生玩车的话 那我就觉得你是单纯的很有品位 哈哈哈 不要光直播了 好了 今天非常感谢高老师 抽 百忙之中啊 抽出了点时间 好兄弟 好兄弟 给我拍了一期vlog 因为今天确实自己的事比较多 正好他就是车来了 所以我也是感觉非常幸运的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平时 你看你的受众 你这种电子类的生活类的受众会更广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只是在一个玩车的一个小的族群里面 专精这一项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玩车的群体 记住关注我们的罗罗报告 北美 还有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